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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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所以论文格式 有的是有按照格式 有的没有按照格式 所以并不是随便信手拈来一本论文 它的格式就是论文格式 因为有的人根本就没有遵守论文格式 所以你要记得 摆本论文起来就是论文的格式 但事实上不是的 它有的人是有严谨的格式 有的人没有 所以当你去看 入解它数字应该摆在之前还是之后的时候 你应该要去看专门是写论文格式的那些书 而不是随便拿一本论文 第二个 二手引用 在我们所里头 我常常看我们所里头的同学 有这样的情形 因为英文书或是荷兰文或是日文的书 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比较吃力 所以我们往往是在中文书里头看到那一个英文的文献 那个作者怎么说 所以你现在 比如说你以Chomsky怎么说 但是你并不是看英文的原文 你是看某某人他翻译Chomsky的英文书的中文版 如果是这样的情形 请问你引用的时候应该写外国人的那个名字 还是写翻译的那个中国人的名字 第二点就是我们常常做二手引用 二手引用就是你引说乔姆斯基说怎样怎样 可是乔姆斯基说怎样怎样 并不是你直接看乔姆斯基的书 是你看了某本中文书 那这样引用的时候 你算是引那个中文的那个作者 还是引原来英文的那个作者 这件事情常常会遇到 好第三个请你找某一篇语言研究的学术论文 并不一定是硕士论文啊 只要是论文就可以 然后看他的数据 练习画三种今天所上的那个统计图 那今天我们之所以来这边上课 是因为我们就要画统计图 所以你看第四个下周上课小考 发下某个语言研究学术论文之数据 画某种统计图 为什么要一开始上课就讲 等一下上课就很认真听 因为要小考我就给你一些数字 然后就说画长条图出来 大家就坐在这个电脑前面 就画出长条图出来 不好意思人需要动力你才会学会 否则你学过很多软体 回去什么记忆都没有 请包含 好 那我们说什么时候上课要代书 10月18号上课的时候 请你准备这本书 因为我们要讲顶头的一些内容 那趁着中秋节有几天放假的时间 你可以去书店找 或是想办法怎么弄到这本书 10月18号并不是下次上课 是下下试唱 下下试上课 那下次上课不用代书 我会做powerpoint 那这个因为 它文章实在太长 用来影印的话 这样子太浪费纸 而且你保存也不方便 这个 这个那个简报 我会po上去教学平台 那你就记一下 就是周文贤那一本 10月25 是我们第六次上课 是我跟各位同学上课的最后一次 那在这两次 就是要把我们整个论文的格式 做一次整理 因为要复习你才会记得 所以18号到25号 我们都会再复习一次 你在写论文的一些格式 以及论文 以及口试的一些准备啦 以及最后再检查一些什么东西 那等于说 就这六个礼拜的单元 我做一次整理 然后把你们交给正宁老师 上个礼拜有讲到 另外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这本书比较旧 可是并不一定说 比较旧的书就比较不好 因为有些是经典 那这本书 你如果有机会 应该要把它读一读 借来读一读 这本书是三明书局的段嘉峰先生 上个礼拜我们在讲 有关于论文 论文的意义 到底论文里头应该要怎么样写 这本书里头 他提到规范性论文写作 经验性论文写作 各位同学 你有的人将来硕士论文 有些人是做规范性论文 比如说一些语言政策啊 或是一些教学方法啊等等 是属于规范性的 跟经验性论文 有些人会去收集语料 然后去做某些访谈 或是设计某些东西等等 那属于经验性 经验性的写法 跟规范性的写法 是相当不同的两个方向 那研究题目的选定 以及针对那个研究题目 你做怎样的研究设计 你怎么建立你的理论与假设 然后资料回来之后 有的是静态资料 有的是动态资料 静态资料应该怎么收集 怎么分析 动态资料应该怎么处理 然后另外还有问卷设计的研究 我想即使不是那个 为了你的硕士论文 其实你将来留在这个领域 你还是常常会用到 各式各样的方法交错使用 比如说你在学校里的服务啊 等等 这些东西我想对你的研究能力都是会增强的 好 那这个礼拜要交代各位同学的琐事 已经交代完毕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件事情 这让我们感觉到 沟通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这上个礼拜我们放了这一张 第二周作业内容 一读这个这个 它大部分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 找一篇好的摘要 及不太好的摘要 研究你为何认为它好或不太好的理由 并不用写出来啊 也不用这样一一的把它批办一番 然后针对你曾写过的某一篇期末报告 写出好的摘要 那亚奥还说 不是就是如人饮水 自己知道就好了吗 但是前步后继同学们都不理他 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上去 我只要给亚奥说 对啊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大家就决定要这样写 这是一个民主时代 那 话说你们怎么写摘要的部分 就是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个上个礼拜的PowerPoint 在跟各位同学说 我们作业来写 写一篇好的摘要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看如何写摘要 我发现很多同学有进步耶 就是 有很多同学 你们教的作业 的确那个摘要写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聪明 只是有的时候 在针对某些需要帮忙的点 提醒你 然后你们就有能力做得很好 有进步 很多人都做得 都写得非常好 对 那就是好的摘要的写法 我们再回顾一次 提要就等于摘要 全等于摘要 提要目的是要做什么呢 要说明那个标题是什么意思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连标题都不知道 我们上次不是举例说 就是说新义他写MSN 如果有的地区 他连MSN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怎么去看这篇文章啊 那你的文章可能很长 所以摘要就是要紧缩论文的文本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重要的新结果和结论 必须显现无疑 这样的写法呢 第一个要说明所处理的问题 尤其是有关课题的新情报 就是他有一些 为了要了解这个研究 可能有一些相关的课题的情报 要去提出来 那你这个研究的方法跟程序 方法跟程序不一样嘛 方法跟程序是怎么样进行的呢 要简略描述就是method啦方法 那你的结果跟发现呢 跟你的结论 在这里头不可以用图解表格 因为这样会使得那个摘要显得琐碎 然后不能用条例 虽然我们看到有的摘要用条例 但事实上真正的大部分的那个摘要 他们是不赞成人家用条例的方式 因为摘要通常只有一段 然后用连贯的文字来说明 那上次我说 你多去看一些好的期刊的提要 然后就可以去学习好的期刊 好的论文提要是怎么样子的 那有的人咧 你们参考研讨会的摘要 研讨会论文的摘要通常它审的不像期刊那么严格 不同的期刊跟不同的研讨会 它审的严格度是不一样的 最严格的会是在那个纸粉期刊 因为它发行之后要给大家看的 所以它会很讲究它的格式 那在不同的期刊里头呢 是那种知名的期刊 就很像我们在社会上 有一些食品品牌啊 或是什么什么品牌 那品牌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通常都会爱惜羽毛 所以我才说 我们这个所绝对不能够让它名声坏 因为名声一坏之后要搬回来就不容易了 那如果有品牌的话 得到这张毕业证书 社会上的人都会觉得说 应该是经过某一种严格的品管 才会毕业的 那这在社会上跟那个 在商业界建立品牌是一样的道理 那通常品牌 像那个指导老师也是一种品牌啊 那在同一行里头呆久了 几乎就是看怎么样的老师 就觉得那个是 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论文 那有的老师 大家心里都就也有数 那这边说 多参考知名期刊 你们要参考知名期刊 不是信手碾来 就会碾到好的期刊啊 因为现在你并没有 自己判断的能力 所以你要借助 人家已经审核过之后 审核过都会叫他修改的 所以那些看多了 你比较知道说 好的品范是什么样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